你说他 神尊上不上身都会死 那是自然 不然你以为神尊为何会现身 这是以自身为媒介 燃烧自己的一生 换来与神尊的相会 你以为神尊是什么 是他不争气没把握住机会 不知哪里触怒了神尊 让神尊弃我们而去 明月奄奄一息 微微抬手想要抓住秦桓 我在这里 别 别哭 我 我很感激 你的到来 很感激 不要对我失望 不要失望 我 我是 我是自愿的 我很欣慰 换清了 换清了所有的恩怨 轻轻白白的来 清清白白的去 不见了 什么都不见了 不要怪 不要怪 不要放弃我们 明月攫着秦桓的手 慢慢松开 一点点滑落 闹得一片 浑身气息消散 明月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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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身的血 下去换身衣装吧 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你若是难受 小福的肩膀借给你靠一靠吧 小福还从来没有看见你哭过 明月已经被抱下去了 她是圣女 死了也要火化去陪伴神明的 我不伤心 我只是可悲 可悲秦庭香 捂一个人捂了那么久 却丝毫未曾将她软化 下一位 北冤圣女秦桓 对战东城大国师 所有人的毛子 全部都转过来看着她 秦桓这次 只怕要遭大难了 如今只得你一人还可照神 照神的术法 我已经教给你了 错过这个机会 便还要再等三年 你爱过蜻蜓香明 是她先寻得我 是她要求我带她走 是她说想要替我生个孩子 是她 如果没有你时常误导她 她会如此 若不是你不合时宜的关心 她会如此 你只是只想纳一丝机缘 只想要个孩子罢了 大祭司没说话 默认了 那你猜她知不知道 她不过是个替身 不过是个替你生下 具有神缘的孩子呢 她不知道 知道她要如何跟我走 秦清香 自己从见她第一眼 便知道她会有一个 拥有神缘的孩子 不 她知道 成婚时的诺言 你可还记得 说完便不再管 大祭司震惊的表情 她知道大祭司 拿她当替身 她也知道 大祭司只是为了一个孩子 可她依然跟着大祭司走了 我认识了